台湾的地名非常多 但是你真的都知道他们的由来吗 可能你会知道像基隆叫鸡郎 就是基隆 那么高雄很多人知道叫打狗 但是台湾还有更多有趣的地名 今天要介绍这本书 非常的有趣 书名叫做大湾大园福尔摩沙 大湾大园就是我们台语 台湾 台湾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台湾不就台湾吗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非常的用心 他们考究了从葡萄牙 西班牙荷兰 甚至到清朝原住民各个文献 去探索台湾的地名是怎么来的 而台湾大湾呢 其实原来指的是台南安平一带的 这个沙滩叫做台湾 但是后来慢慢的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出现 而台湾跟福尔摩沙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这本书会完全颠覆你的想象 大家知道福尔摩沙这名字是葡萄牙人 当时在16世纪 他们航海经过台湾的时候 看到台湾偶遇着高山跟绿色的景象 就会非常漂亮 惊呼福尔摩沙 但是这书告诉我们福尔摩沙 并不是只有专属台湾 这边你会不会很心碎呢 如果从历史的文献来看 其实葡萄牙人根本没有记述到福尔摩沙 而当时他们的航线是怎么走 他们怎么看到台湾 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很多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考究的历史经典 在这里面呢 我看到了很多地名是有趣的 例如说我们知道猫空三雕角 猫空真的有猫吗 三雕角真的有雕吗 其实在这一本大湾大圆福尔摩沙的书里面 你会发现原来这些地名跟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可能是来自于它的一个地形样貌 可能是来自它很多历史 在里面还看到台湾鲜明的故事 例如说洞顶乌龙茶 大家知道洞顶乌龙茶是非常有名的 洞顶很多人说是台湾鲜明很穷光的脚丫子 含着这个天空很冷的这种天气 到山顶上去采着茶叫洞顶 因为洞着脚尖到山顶 但是你相信这样的说法吗 在这书里面告诉你原住民 其实我们原来的住民其实在山上才采茶 它并没有这么辛苦 洞顶只不过就是客家化讲的山顶上的乌龙茶 在这本大湾大圆福尔摩沙里面 它告诉我们非常熟悉的地名 但是你可能对它的来源非常陌生 而透过这本书历史的考究 你会发现台湾的许多地名非常的有趣 感谢